先生们,早上好 这是大家在巴黎岛的第二或者第三天了 希望大家过得愉快 然后呢,也希望这个接下来几天 有机会呢,也是多多的探索巴黎的风情 我们的会议呢,继续开始 这是开始今天早上的讨论 欢迎来到我们英特网治理原则的讨论会 我们今天早上的主题呢 是围绕我们RIGF的这个原则来开展的 在接下来90分钟时间里面 希望呢,可以在这些重要的议题上面取得进展 我们的主持人和讨论的嘉宾呢 会引导我们,帮助我们在三个方面理解我们所做的进展 我们会听到一些重要的 关于英特网治理原则的项目的一些进展 这些项目呢,都是在此前的一些政府和这个非政府的这个平台上开展的 我们呢,会看一下相关的一些提案 以及达成共识的论点 以及有哪些分歧和这个我们还要讨论的地方 我们还会谈一谈怎么样 转向一个更加共同的一个英特网治理决策政策制定方面的一个多方利有关者的方式 这是基于我们现有的倡议和项目的基础上做出的 根据我们的这些讨论呢 希望我们所有的参与方都可以贡献你们的想法和建议 好,现在呢,请让我们介绍一下我们的主持人 我们的两位主持人 一位是A Wolfgang Klansworth 在我的右边 来自奥尔胡斯大学 还有Alice Manuel 女士 不知道我的发音,对不对 是来自肯尼亚 负责我们肯定要IGF的这个论坛 还有呢,我们有一位远程的主持人 Falinger 他是会回答我们远程的发言 远程提交的一些问题 还有我们的大会的书记 Ria Dorian 他是为我们的所有的讨论做一个总结 好, Wolfgang,请您主持吧 谢谢主席先生 欢迎各位早上好 我们今天早上的这个会议呢 实际上也是我们多年来讨论的一个延续 我还记得在第一届的IGF的时候呢 在2006年我们也谈了这个互联网治理的原则 在过去几年间我们也看到越来越多的组织 越来越多的机构开始决定了要制定一系列的互联网治理的原则 我们在上一届八库的这个IGF的时候呢 实际上我们制定了这个大概25或者更多的文件 决定、决议、提案、声明等等 决定了很多的英特网治理的原则 这个呢一方面当然是好事 因为我们有了很多的这个参考的文件和指导的方针 能让我们更好的理解我们运作的这个框架 可以更好的去这个发展英特网 但另外一方面呢也是让人有些这个困惑 因为这也可能造成一个大家挑自己喜欢的原则的这样一种局面 所以说这样的局面呢 有时候也就是说失去了意义 因为我们只有一个英特网 只有一个世界 所以说我们在八库开始讨论的 就是说我们是不是应该去遵循一套统一的治理的原则 如果大家看我们25个以上的那些项目 可以看到每一套自己的这些声明啊等等都做得很好 其中有一套是政府 有一套是这个私营部门 有的是这个公民社会 但是很多都是单一的这个利益攸关者的 所以说呢它的关注点有限 而这个像比如像欧洲理事会 它有48个成员国 它虽然是很强大的一个组织 但它毕竟只有48个这个成员国 但是联合国却有193个这个成员国组织 所以说呢我们的想法 我们最近在这个啊 巴黎的这个 Wises 10 Plus这个会议上面也是谈了 就是说我们是不是可以 把这些原则这个更加的拓展 把这25个以上的这个原则拓展到一套统一的原则 因为如果大家看过这25个这个文件的话 其中80%他们的原则是很类似的 有些原则呢可能会有差异 比如说OECD更加重视这个这个商业方面的等等 当然这里面也会有一些争议 会有一些分歧 所以说在准备这次巴黎的会议时候呢 我们有一个小组是准备这个会议的 那我们也是讨论 是不是应该从这25个项目当中选出可能8个 4个是来自于政府群体 4个来自于非政府的群体 让他们可以在这里讲一讲他们的这个原则 以及他们的想法 并且进行一个讨论 以此为基础我们来可以做一个讨论 怎么样更进一步 像我们主席也说了 这是一个我们是一个往前看的这么一个论坛 所以说我们希望呢能够开始这样一个流程 讨论这些原则让它成为这个全球化 多方利油关者化的这样的一个流程 所以IGF呢可能在这方面并没有给大家一个框架 怎么样去起草这些文件 所以我们必须要创造出这样的流程 但是我想英特尔网本来就是本质上就是创新 我们有很多技术的创新了 我们人在等待这些政策的创新 我们已经有了一些新的机制 但是还不够 我们需要更多的创意 更多的创新 哪怕是在这个公共政策质地上面 这也是需要的 所以说我们把这个当作一种考验嘛 我们是不是能够开始这样的一个流程 进入一个对话的环节 可以说是让这些原则不仅是统一化 而且是让它全球化 多方利益攸关者化 找到我们的共识 非常高级别的 我们从巴黎会议以后 我们也是比较过 其实比较过跟48年 我们世界人权宣言 共做的一个近似之处 因为我在那个时候 我也是看过它出台的一个背景 实际上关于人权的讨论 也是延续多年 但直到二战以后 因为出现了大规模的侵犯人权的情况 所以说国际社会也是决定 我们必须要做些什么 有许多的政府呢 希望有一个有法律效应的 有法律约束力的一个文件 一个条约 那么罗斯福 当时他是负责这个方面的 就是埃里诺罗斯福 他当时是负责这个联合国的一个人权委员 他说如果我们真的要这样的话 可能要花20年 要不我们就在寻求我们能够达成共识的地方 比如说不得有折磨酷刑 有这个自由的教育权 自由的言论权等等 所以说在一两年时间里面 他们就出台了一个没有法律约束力 比较宽泛的一个文件 就是我们这个世界人权宣言 而如果真的要有制定一个有法律约束力的 可能要20多年 所以说我们也是这个考虑同样的一个方法 如果我们做这方面的工作 也应该类似于这个世界人权宣言 是不是也可以做这样一个高级别的 没有无约束力的 他应该因为比如说说这个 互联网应该是开放的 安全的多方利用观者为基础的 我们这些当然很多原则已经大家都提了 但我觉得应该以本的这种精神来进行这样的讨论 那我也非常高兴的 我们看到有四个政府集团 四个非政府团体的代表 我还在等我们巴西的这个朋友到场 但是基本上所有人都到了 所以说我要请我的同 这个共同的主持人Alice 由他来请我们的各个项目的这个负责呢 给我们讲一些非常简单的 讲一下他们的项目的一些背景 他们的一些主要的一些原则 Alice 谢谢阿富汗 非常高兴能来到这里 关于这个互联网治理原则的讨论呢 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点 我们这个可能还没有有足够的这个详细的讨论 或者也没有真正的把他们用于到我们每天的工作当中 所以对我来说呢 我想了解的 就是有哪些问题 那么 那么有一个这个背景的了解 然后怎么样把这些原则进行全球化 而且这应该是一个多方利益观者的 应该是各个利益观者应该是都积极参议进来 特别是对我们来说 像我们这些区域 还有很多人没有这个互联网的这个联通 所以在此呢 非常感谢能够有这个机会参与这个讨论 那我们就从 欧洲委员会开始 对不起 我说错了 是应该是OECD 经合法组织 我们在这儿呢 有很多这个欧盟国家的这个代表 当然我们是OECD 我们在2011年12月的时候呢 在2011年11月的时候呢 我们制定了关于网络治理的政策制定的一些基本的原则 有以下几个 首先 我们需要 在OECD 在ICD和网络治理方面的这个政策的制定呢 我们已经做了大概有30年多年的这种思考 另外第三 第二呢就是我们在政府啊 还有在公民社会以及商界和技术界呢 我们已经达成了一些共识 这对于整个的社会的发展来说是非常重要的 我觉得从OECD的角度来看 我们的经验呢 就是创造性 我们的创新 还有经济的发展实际上是取决于开放的网络 如果网络 它能够进一巴掌的需要发展的话 如果要是没有这个国际的上的这个共识的话 是不可能的 我们已经达成了一个故事 那么这就说明了我们在要想能够解决木田的政策制定方面的问题 那我们还是应该有一定的灵活性的 我们只有能够大家都联合起来 有创造一个公开的透明的这样的环境 我们才能够做到网络的治理 我们的网络的这个治理 在经济发展的这个过程当中 在经济危机的过程当中 也显示出了它的重要性 OECD成员国 希望呢 能够把它的经验 以及它的巡政的原则 能够带到这里来 以便能够在网络经济的发展过程当中制定相关的政策 我们的原则一共是有14个 很多 但是呢 里边呢 就有三个是非常重要的 这些三个 首先第一呢 是开放性 第二呢 是灵活性 第三呢 是多利益 相关方主义 我们的这个委员会 还建议两点 第一 要能够加强网络的 这个 网络的这个 活力 那么这活力就需要取决于它的开放性和我们的信心 第二个我们提出的建议就是 英特网应该允许人们能够发出自己的关于民主的声音 任何的政策的制定都必须要能够促进 开放性要能够促进 法治 同时也要能够促进 民主 非常感谢 下边我们看 EGO 那么他是俄罗斯通讯信息部的顾问 非常感谢 非常感谢 我们现在在讨论 网络的治理问题 就这个问题 我想来表达一下 俄罗斯政府的支持 我们支持 关于网络治理的基本原则 也支持OECD国家提出的这些基本原则 以及 欧洲理事会所提出的原则 我们想要 我们想要做出的一些贡献 或提出的一些想法 就是 网络的治理 现在有一个多优关方的模型 有多优关方的模式 那么这种做法 我觉得应该 能够进一步的 详细的 这个 说明它 那么所有的 尤其是这些重要的利益相关者 应该来详细的说明 它们是什么 给它一个详细的定义 首先 请您打开麦克风 政府 在这里 也扮演着一个重要的角色 对于促进经济 对于促进 网络的安全 和网络的稳定 还有对于一些关键的基础设施 以及 对网上的非法的一些行为 进行一个控制等等 我认为 这个问题 应该在 进行 这个进一步的考虑 还要看看 究竟是什么样的角色 政府应该是在这里扮演的 什么样的角色 那同时它也应该是 把公民社会和私营部门 包括在内 一方面 不要 总是 我们不要 这个 总是强调的利润 而忘记了 公共的 为公共服务的这个目的 我们进行 网络治理的目的 就是要能够有 好的政策和好的标准 能够为了人民的利益 而达到网络的安全 能够使得网络安全的 可持续的发展下去 但是 但是 在做这个过程的 在做这件事情的过程当中 我们缺少一些具体的细节 而且对一些概念 我们可能是有不同的解释 那么这样的话呢 我们可能就不容易实现目标 我认为 网络的治理 是一个非常 复杂的问题 而我们应该把它当作一个 难度很大的项目来做 它需要设计 需要非常好 非常完美的设计 我完全支持 我们所制定的这个框架 但是同时 我觉得 我们应该集中考虑 考虑某一些问题 比如说像服务啊 网上的这个犯罪啊 以及这个数据的这个管理等等 非常感谢 非常感谢 下面我想请 李亦伯斯发言 他来自欧洲理事会 各位好 我是来自欧洲理事会 这个实际上是一个政府间的组织 它的主要是有三个重要的领域 一个呢是人权 另外是一个民主 还有一个就是法治 那么这个呢 是这个非常重要的 像英国 还有土耳其等等 那都是非常支持 这些原则的 我们实际上呢 是在很久以前 就开始了 网络治理方面的这个工作呢 其实主要的目的是 为了能够支持人权 支持这个民主 我们要做的呢 其实就是更好的维护人 人们在网络上的权利 建立一个以人为中心的 这样一个网络环境 在2010年的时候呢 我们建立起了一个 专家的一个小组 包括政府的专家呢 也包括一些这个技术上的专家 我们当时呢 主要的目的呢 就是为了能够讨论一个 关于网络治理方面的框架 在2011年的时候 我们通过 并且接受了网络治理的 这些战略 其中主要是包括10个原则 我以后还会给大家解释 我想在这里解释一下 为什么原则是非常重要的 因为所有的这些 不同的这个成员国呢 他们会帮助我们 来更进一步的了解 在网络治理过程当中的一些 基本原则 同时呢 也会面对一些新的 正在出现的 出现的一些这个新的问题 把它放在我们的这个原则当中 我们在欧洲理事会呢 也进行了很多这方面的讨论 非常重要的 就是我们在2011 我们所已经通过的 2012到2015年的 网络治理的原则 这也就是把我们 在维护人权和维护民主的 这个过程当中制定的 一个这个 把它在文件当中 具体化了呢 我们后来呢 也制定了一些原 基本的这些原则 要能够保证呢 所有的利益 攸关方都能够平等的 参加到这个过程当中来 同时呢 也包括这个不同的 这个领域的这个专家 我们的要做的呢 其实就是要能够 使得他们能够 更加方便的来使用英特网 同时呢 也要能够保证 网络的安全 保证在网络上的 信息的完整 那么另外 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 就是要保证 信息的这个完整性 那么这个呢 实际上呢 也是跟这个透明度 和负责任的信息 是有关系的 总之呢 我们一共是有 八个基本的这个原则 那么另外呢 大概还有九个呢 是可提供的 第九呢 就是要能够 那个在文化 或者是在文化和其他的 这个方面都能够 这个提供更好的 这个信息 我们的2013到2015年的战略呢 现在已经这个通过了 当然同时呢 还有些其他的原则 我已经觉得 有很多的这个原则呢 也是其他的这个机构 所赞同的 在我们所提到的 现在所提到的 这个框架的问题呢 这个实际上呢 也是我们在 2013到2015战略当中 所包括的 谢谢 非常不幸 赛克先生呢 就Benedict来自巴西呢 他今天不在 这还没有到 大家都知道呢 这个巴西呢 他们已经制定了 十个原则 是由他们的 是由这个 他们这个起草的 在这里呢 他们已经提到了 很多的这个重要的 非常重要的 这个原则 那么这对于 他们国家很重要 当然对于 整个国际社会来说呢 也很重要的 那么这个网络的 这个峰会呢 很快就要在 巴西这个召开了 那么如果他们的代表 来了的话 一会儿 如果他们要是 愿意发言的话 那么我们会非常欢迎 那么下边 那我们看到呢 David 在另外一边 一个这个会议上呢 David 他也提到了 这个 非常重要的一些原则呢 曾经在伦敦的 这个会议上呢 好像通过到 一个伦敦的 一些基本原则 David 如果你要是方便的话呢 你是不是能 给我们介绍一下 你们在这个伦敦 伦敦议程过程当中 究竟通过了 哪些伦敦的原则 谢谢 谢谢 我是 我是来自英国 这个 外交部 这个负责 互联网 这个网络政策 制定 不好意思呢 我们当时在 这个首尔的时候 因为我们的团队 并没有一个 这个记录下 当时的一些讨论 所以说 如果说 我说错呢 请大家也是指正 像这个 英国的这个 外长在这个 首尔的时候 讲话中也指出了 我们在这个 互联网 这里方面呢 是做出了很多的 制定 原则方面 做出了很多的进展 但是还是说 我们在上面 还没有真正的达成 一套完整的共识 所以说呢 我们的外长也说 我们已经 走了很多路 但是未来的路 还很长 所以说我们今天 也在这里 进行这样的讨论 我们也看到 这个会 我们本次会议的主席呢 在总结当中 也说到了 我们这个应该是要 求同存异 在这个各个国家 之间的政策啊 体系之间 找到一些共同点 然后他也提到了 在这个首尔框架基础上 因为这也是 对于这个开放安全的 这个网络空间的 一个承诺的基础上 应该做出一些这个文件 所以说呢 我们也是这个欧洲理事会 在努力做的一个方向 所以我们觉得首尔的会议 关于这个网络空间的 这个会议呢 对于这个 Wolfgang刚才谈到的 这个互联网治理原则的 这个全球化 是重要的一步 因为这种原则 它在不同的 这个国际论坛上 是被通过的 它的成员也不一样 然后在首尔有87个国家 参与了这个首尔的框架 这也是很重要的一个部分 还有呢 我想提的就是 在首尔会议上 英国发布了一个文件 叫做下一步 是我们想尝试 是总结了一下 国际社会在接下来几个月 预计会采取的一些步骤 包括在网络 在这个网络空间 安全经济发展等等 方面的一些工作 这个文件呢 也是谈论了IGF 和我们这个小组的一些工作 我们也是尝试在原则方面 做一些这个工作 这也说明了我们英国 对于这里的工作的 一个支持和重视 我们呢也是正在制定 我们自己的这个英联邦的 一个网络安全的 一个原则文件 然后呢 我们 也是跟这个 包括现在的人权委员会 在配合 希望能够把人权那些原则 纳入到各国家的 原则和政策当中 好 非常感谢 现在我们四个这个 政府的组织呢 已经都发过言了 谈了政府方面的工作 同时这个我们也要听取 这个非政府的这个参与方 他们也是非常重要的参与者 我们应该是在第二届的IGF上 成立了这个IGF的这个 互联网权利和原则动态联盟 他们也是 现在做了好了 他们的这个相关的文件 我们挺分蓝的 这个台湾也 他是这个集体的这个成员 那么他来代表来发言 大家好 我是来自于这个 芬兰的这个 Electronic Frontier 这个组织 不过我现在是代表的是 IGF的这个 互联网权利和原则动态联盟 讲一下我们这个 正在起草的这个文件 互联网人权和原则宪章 我想讲讲一个小故事 2005年我参加一个 教科文组织的公司 会议是一个网络空间的 言论自由的会议 会议最后呢 我们本来预计是要 提早一个这个联合宣言 是讲这个 世界人权宣言 当中的第19款 也应该适用于网络人权 但是这个被拒绝了 因为有些政府的代表 觉得他们这个要说 这个太激进了 没有政府的批准 他不能签署 那么因为有这样的情况呢 IGF也开始认为 我们大家也认为这个IGF 应该也是在互联网上 推进人权的一个重要的平台 确实人权也本来应该是 互联网治理的一个重要的组成部分 在一些跟不同的一些 这个联盟组织合作以后呢 我们的一个结果 就是这个 需要有互联网治理的原则 那我们觉得我们的这个联盟呢 确实他们做了一些切实的工作 我们希望呢 起草的文件是一个参考性的文件 来支持这个互联网上的人权 在很短的时间里面 一年的时间 我们就做出了一些 我觉得应该是比较有用的一些建议 也就是我们叫做这个互联网人权宪章 这个呢 可以说是提供了一个这个 这个互联网人权的一个很 比较好的一个框架 我觉得这是我们不同的 利益与官方讨论的一个框架 一个基础吧 是一个有相当有权威性的一个文件 可以啊 作为这个决策等等方面的一些支持 这也是一个对于政府来说 商业企业来说 和公民社会来说 都是一个比较好的一个畅权的工具 而且它确实这个文件 已经实现了一些的这个目标 它已经成为了几个其他的文件 包括一些类似的这个原则的这个声明的一些参考文件 我们这个线张有21个条款 我这里不会给大家念 因为大家在网上可以查到 但是我会列出10个重要的原则来做一个 可以说是一个总结 这个通用性 这个无障碍性 中立性 言论自由 生命自由和安全 隐私多元性 标准和监管以及治理 这样的我们的文件呢 肯定还会这个修改 我们现在的版本号是1.1 但是呢 已经是一个相当有用的一个文件了 谢谢大家 谢谢Tabani 这个是IGF互联网权利和原则动态联盟 在这里公民社会是起到了一些作用 当然不仅是公民社会 我们还有这个进步通信协会 他们也是制定了一系列的原则 所以我们请这边的这个代表来给我们讲一下你们的这些原则文件的一些内容 非常感谢 Wolfgang 我们这个进步通信协会第一套的这个互联网权利宪章是在01年发布的 然后在06年进行了为了在第一届这个IGF进行了更新 它有七个主题 这个普遍获得互联网这个获得知识分享的学习 互联网的治理 隐私 还有这个保护以及权力的保护 以及实现 我们是跟IRP这个联盟进行协作 也帮助他制定他自己的宪章 我们知道呢 我们也在开始进行这样的配合 其实很多前面的人也说过了 对于人对于各个组织来说 要配合要合作的话呢 是可以变成一个很强大的工具 但这并不意味着就是说 我们这些原则啊 必须是跟人家不一样的 我们觉得 其实在一些我们最近工作的一些领域呢 就是我们开始更加深入的分析一些具体的领域 比如说结社的自由 以及言论自由 我们人权方面这些组织所做的工作 其实是给我们增添了更多的内容 那么呢 人权的这个委员会啊等等 关于这个人权的框架来说 实际上这些现有的框架 我们完全可以借鉴他们的经验 用于英特朗网上面 我们也有许多其他方面的参与 关于如何把这个人权利用于这个通信的监督这个领域 所以说我们有许多的公民社会的参与 有很多人也在场 他们也是说这些原则 也是相当重要的 我们在上面做了很深入的一些讨论 我们现在呢开始在研究 这个经济社会文化方面的权利 这看这些权利如何可以纳入到一个英特朗的框架里面 比如说我们看这个DNS系统 从一个文化多样性权利的角度方面来看这样的一个体系 我们真正感到非常激动的 而IGF真正可以推动的一个领域呢 就是这个互联网协议中的人权 实际上我们AverageLytical的他做的一篇文章也提到了这一点 因为我们知道有很多东西在这个互联网的发展当中有些东西是固有的 那包括这些技术群体呢 他们也是非常的重视 那么我们觉得跟人权的这个社区也是应该有个很好的配合 那这里呢我想说几句 我觉得我们目前呢 这个时刻呢 不是说我们一定要抛弃我们互联网这里的原则的旧有的一些工作 但是呢我们更重要的是能够大家在这个论坛的平台上 一起来就一些重要的核心的原则达成共识 我们也应该做一些衡量记录的工作 这会加强IGF的这个地位和影响 同时我们也可以创造出一个框架来共同评估 我们的原则是不是真的有意义 人们是不是尊重这些原则 当然在这方面是需要有很多细节的工作要做的 Eagle也说了 其实这些具体的东西这些是非常重要的 我们可以看到每个人都提到了人权 我们经常用人权作为参考 但是比如说这个非洲网络犯罪联盟也是提到了这个人权 但也提到了这个网络这个恶意攻击的是不是要入罪 所以说我们不能够只是说我们就一系列的宽泛的IGF论坛 原则达成一时就可以了 这是不够的 我觉得这个方面是要讨论 可能还是需要有一些细节 但无论如何我们的讨论是很有意义的 所以我很期待看到我们IGF在接下来的一个阶段能够发挥它的作用 创立起工时发现这个分歧 并且推动这样的一个辩论 我觉得确实是这样 推动这样的一个讨论是我们下一步骤的一个切实的一个目标 但是这确实需要有我们这些技术的这个组织啊 等等也是形成了自己的这个组织 所以说我们也要听听这个互联网技术这些社区的他们的一些发言 好的 那么谢谢 Wolfgang 好 发言之前呢 我对Android的这个发言呢 要表示这个呼应 特别是因为 因为这些原则呢 不能够是特别宽泛的 他不是说仅仅是说一些政策性的宽泛的一些原则 实际上 他是在IEE啊 这个ITEF啊 等等讨论当中的一个结果 因为当时也是意识到 这个现在我们这个世界有一个新的一些原则 一些规范 所以说呢 我们希望有一个新的模式 而不仅仅是原来的那种以政府为主的模式来主导 那当时我们也是提到 必须要有一个全球的社会来支持 现代的一套标准做法 就是开放的集体性的这个 来改变大家开发使用技术的方式 能够真正的汇集全人类 我觉得对于这个标准来说呢 有五个比较大的领域 一个是合作 这个就是互相尊重的一种合作 特别是在标准化的组织之间 都是要尊重每一个其他组织的 它的做法 以及它们的知识产权 第二个原则呢 就是要这个遵循原则 这个呢 是这个包括一些透明化 这个共识 透明度平衡 等开放 第三个呢 就是父权 集体的父权 它实际上是要 让所有的这个标准的组织 都能够致力于去寻找这个共识 基于技术上的优越性 来寻找共识 并且是发挥各自的这个专场 来提出意见 并且能够在全球能够有稳定 抗风险能力 能够互可操作性 所以这也是未来这个创新的一个基础 能够为全球的社区呢 做出贡献 那第三呢 就是能让所有的人 都能够运到这些网络 或者部署这些网络 当然其中也会要考虑到 一些知识产权的问题 第五呢 就是自愿的通过 我觉得这也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原则 所有的这些标准呢 都应该是自愿执行的 应该最后的结果呢 应该是尊重市场的选择 在这里呢 我们也听到了 许多的发言当中呢 都提到要尊重人权 以及类似的一些内容 那么这其中呢 实际上呢 也从一定程度上说明了 我们这些标准呢 有的时候不能够过分的具体 在这里 我想再一部分的 抢子再来说一下呢 就是我们这个iSTAR这个机构呢 它主要的目的是 为了能够这个制定标准 我希望呢 在这里也能够说明 我们所做的一些工作 非常感谢 林很有帮助 那他是最后一个发言 但是呢 他也给我们提出了一些 非常重要的一些想法 这个机构呢 也是私营部门 非常重要的一个代表 那么他们也通过了一个 在全球的一个工作的一个措施 另外呢 还有一个呢 非常重要的机构呢 就是德国 现在呢 我们有请Max来说一下 他们关于私营部门的 这个想法 非常感谢主席 先生邀请我来讲话 也感谢在座的各位 首先我想来谈一谈 这个不同的原则之间的区别 我觉得这个呢 我们是目前要必须要 在这个磋商的过程当中 想到的一个问题 这也是一个共同的 一个讨论的主线 我们很多人都在讨论 人权 但是我们在这里的 讨论的这个主题是 网络治理的原则 那也就是政策制定的一些原则 所以原则呢 应该是关于 英特王本身 以及它的功能 以及我们必须要知道 这些原则的目的 究竟是什么 我们刚才呢 已经有发言人的指出 我们现在的 涉及到的一些 网络上的一些限制的问题 比如说对人 也对这个言论自由的一些 这个限制等等 所有的这些问题呢 其实是需要我们能够 在不同的利益 有关方之间的进行 更好的合作 来解决这个问题 至于说我们在 网络治理的计划的目的 那么非常重要的呢 就是要能够促进 进一步的沟通 也进一步促进 信息通讯技术的发展 我们在发言当中呢 也提到呢 我们必须要能够 给这些这个公司 在它实际操作的过程当中呢 要能够有一些指南 要对一些做法呢 能够进行这个评估 也要能够确定的 这些公司达到了 我们所确定的这些目标 实际上这也是一个 要这个不断的学习 参与到政策制定的过程当中 来的一个过程 我们的不同的利益修官方 对于我们的政策制定来说呢 是非常重要的 所有的利益修官方呢 就像刚才 Wolfgang所指出的 像这个政府呢 也是非常这个重要的 Wolfgang刚才呢 也说过呢 就是有的一些这个概念呢 我们还没有把它进行 很好的厘清 比如说像隐私的问题 对于言论自由的这个压制等等 那么所有这些呢 其实呢 都是我们在这个政策制定 过程当中呢 需要说清楚的一些问题 那么私营部门 也希望能够鼓励 更多的利益相关者呢 能够大家一起合作 一起协作 那么协作应该是 我们在这里开会的一个 非常重要的一个目标 希望各方的都能合作 那么另外还有一个问题呢 就是政府的可信度 和政府的这些透明度的问题 这个呢 也是我们在这个方面进行讨论 能够进一步发展的 一个非常重要的内容 非常感谢 刚才呢 我们已经听了 政府和非政府部门的 八个发言 那么在下一部分呢 我们就是需要了解一下 我们究竟应该怎么做 我们是继续还是在 我们的这个天地里边 继续做呢 还是我们和更多的这个人 进行更多的合作呢 我们在这里讨论呢 就是要希望能大家再能够 讨论一下我们未来可以做些什么 请您发言 请您发言 我叫Renisha 我是中国代表团的 在这里我代表中国的外交部 我知道 我们有不同的解释 所以呢 我还是用中文来发言吧 它正好也是我的这个母语 这个非常感谢给我这个发言的机会 这个我们代表团刚才也非常这个认真的听取了 今天上午这个全会 正在讨论的这一个重要的问题 就是互联网治理的原则 我们觉得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议题 你能稍微等一下吗 你能稍微等一下吗 有人没有戴耳机 所以是不是可以稍微等一下 然后等他们都戴上耳机以后再开始 好吗 好吗 那这样的话呢 大家才能够 这样呢 才能够在这个屏幕上 立刻就有翻译出来 OK Thank you Wolfgang I apologize for any inco 我非常抱歉 非常抱歉 非常抱歉 如果要是让你们觉得不方便了 我觉得非常抱歉 不用抱歉 因为呢 我们现在是这个多语言的这个工作 所以呢 会有一些这个不方便 我们也知道 世界上最大的网络的使用的人群 实际上是在中国 所以呢 我们希望您的观点能够让我们非常清楚的了解 我们必须能够找到最好的方法 能够非常好的理解您的说法 非常感谢 非常感谢 那我现在呢 就是您给我的这个权益 让我来用中文 我的母语来发言 也是联合国的六种语言之一 我还接着刚才的发言 我们说这个今天上午的这个主题 我们全会的主题非常重要 这标志着呢 我们互联网治理论坛呢 现在正正在朝着 向实质性的问题 这个发展的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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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是一个标志 关于讨论互联网治理的原则 我们代表团认为 我们有一个很重要的问题 我们必须要明确 就是说 我们讨论互联网治理的原则 我们要实现什么样的目标 我 我 我从这个 星期一开始 我们印尼东道国 印尼政府 组织的这个高级别的 这个会议 原本会议 开始到昨天的开幕式上 一些高官 这个部长一级的 大使一级的 政府的高官 还有我们 行业的 学术机构的 还有这个民间社会的代表们 所发言的 我觉得 有一条重要的原则 大家恐怕都是认可的 就是 互联网的发展 或者我们讨论互联网这个 这个治理 有个要实现的一个重要的目标是什么 无非就是促进世界和平 促进世界的发展和可持续发展 增进世界各国人民之间的相互的理解和各个国家以及人民之间的平等互利的合作 所以说我想我们今天讨论互联网治理这个原则的时候 我们也不能够脱离这个总体的一个原则大的方向 而去关注于某一个很具体的问题 这样子我们可能有时候会迷失方向的 如果说要是说我们想要讨论除了这个大的原则底下 要讨论一些具体的关于互联网治理的问题的原则 我觉得我们应该也要非常地重视 比如说利用网络进行犯罪的问题 比如说互联网资源怎么公平地分配的问题 比如说互联网的稳定性和安全的问题 如何提高社会和公众对互联网的信心的问题 我觉得就是这些问题 我们大家都应该要去讨论 我注意到今天上午很多代表提到了 互联网治理的公众 怎么能够确保人权促进人权 保障言论自由 我们同意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 我们也同意世界人权宣言 The Universal Declaration on Human Rights 所确定的人权的一些普遍性和各项的这些原条款 所确立的人权的条款都是非常重要的 我正巧做过七年的多边 就是在多边领域里从事过人权的工作 这个我学到了 我们有世界人权宣言 我了解到了 我们1948年制定的世界人权宣言 我们有1966年通过的人权的两个 covenants covenants不是governance 然后我就了解到了 我们的人权实际上是分为两类人权 一个是公民和政治权利 另一类人权叫经济 社会和文化权利 到了1986年的时候 联合国大会又通过了一个很重要的宣言 世界发展权宣言 Declaration on the Right to Development 当然93年还有威也纳的世界人权大会 通过的我们通过的行动纲领 所以说我想说的有一条 就是说我们讨论人权的时候 我们一定要以一种平衡的方法去讨论 我们不能够管侧重某一类的具体的人权 而忽视了其他的权利 那么对于我们 我来自一个发展国家 对于来自发展国家的人来说 我们非常关注的权利 人权 谈到人权的时候 是我们的生存权利 Right to subsistence 我们的发展权利 Right to development 到互联网里里头 我们发展很多发展国家 关注的是Right to access 是接入权利 所以说我特别期待 希望我们大家把所有的 跟这个人权 或者是说跟我们互联网发展 有关的各个方面 我们都能够讨论到 能够这样的在我们制定的原则里面 能够是一个非常平衡的一条原则 当然我们对这个 我们已经开始讨论 这个互联网治理的原则 这个势头 我们非常高兴 我们愿意与各方一起共同努力 能够找到 或者是制定出一套 这个非常公平的 这个有长远的指导意义的 互联网治理的原则 谢谢 I thank you very very much because the Chinese perspective is extremely important 我觉得非常的好 因为中国在这个上 中方在这上面的这个态度 是对我们来说是非常重要的 我们也非常高兴的看到 中国的这个发言 从您的发言和您以前的这个发言当中 我们也可以听到 尽管存在着一些不同的意见 尽管是在这个技术上的 这个人类的这个发展的权利和人类的这个其他权利 以及和这个技术的权利等等的这些 之间的这个平衡是非常重要的 您的发言呢 也可以使我们能够更好的来找到这个一个平衡 也可以使我们在所有的这个政策当中呢 能够找到一个大家的共识 我们现在有192个成员国 另外我们还有非政府组织 还有这个技术界 所以我们要想进行所有的这些协调呢 是一个难度非常大的 这个非常难度非常大的一个工作 但是我们希望能够做好在联合国的这个全体会议当中 联合国的这个大会当中呢 我们进行过讨论 在IGF呢 也是一个非常好的进行这个讨论的一个非常好的一个平台 那么现在呢 我们也来听一下在巴西的这个代表的发言 巴西呢 有一个非常重要的著名的这个十个原则 现在我们来听一下巴西的这十个重要的原则 其实是什么 各位早 我是代表这个公民社会组织的 我是CGI的这个成员 我是原则比较早的两个起草人之一 不过这十个原则呢 我知道他们的意思 但是不能够原本的给大家背出来这十个 那我知道大家肯定都是知道这些原则的 那我们这个过程 那我觉得也是最重要的一个 就是有一个参与性的环境 到底是什么样的一个原则呢 我们自这个03年以来呢 CGI一直是一些 有自己的这个利益团体选举出的一些 这个非政府的一些会议成员 包括这个私营部门有自己的代表 技术群体有他们自己的代表 然后公民社会有自己的代表 我们呢 这个十个原则的这个概念的行程呢 是有两个原因 一方面呢 是应该能让我们CGI点比较呢 在我们自己的工作里有一套参考的标准 在这个英天网的发展当中有一套原则 那我们在几个这个部门 几个场合下面也谈过 我们的一些这个想法 特别是一些这个一些草案等等 因为我们发现有些人以前从来也没有想到过 这个互联网的治理 还有这个人权法案等等 似乎大家很多人觉得是不可能实现的 所以说呢 我们觉得在提出任何的提案之前 关于这个法律法规 可能是需要有一套沉闻的东西 作为一个参考 不管是英特网里的一些网络 或者是整个英特网 所以说我们在07年呢 开始这样的一些讨论 希望呢 是能够有通过一个共识 而不是通过投票的方式 来通过一套这个 原则 所以说我们在两年的时间里面 来来回回 终于制定了这15个原则 然后我们又把它数字降到7 然后增到12 最后终于是形成了10条原则 这些呢 大家应该也挺熟悉 因为我们在很多地方都能获得这些原则的文本 所以接下来呢 我们也是获得了 私营部门的代表的签署 因为所有的 我们谈到的很多都是网络中立性 联合国的这个秘书长也是提到了这一点 还有这个我们在这个巴西的这个跨国界的这个组织 不希望这个原则用于同样的一套这个互联网 这个法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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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当中 这是一个人这个民权的一个框架 这也是从2009年开始做的一些框架提案的也是基于我们这些原则 这已经不仅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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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仅 最后在2012年底呢,我们终于让他以这个共识的方式通过。 那么我们在这个会议上面呢,这些我们会有这个媒体的代表,包括这个大的电信公司也都代表,他们肯定也想这个游说改变这个框架,对他们有利。 他们想改变的一个是网络中立性,还有一个是媒体的这个问责,中介的问责制度,还有这个隐私的保护等等,特别是大的媒体,他们也在做很多的宣传工作,希望呢,能够这个内容对他们有利。 他们是希望,如果说出现一些侵犯知识产权的问题呢,又不需要经历一个法律的这个受理的过程。 但我们觉得这不应该是这样的。 我们的这个会长也说,他不是希望不要这么做。 所以说呢,我们目前我们这个是在一个快车道的一个流程上面,几周以后我们的大会就会做出决策,所以我们非常担忧,就是这些大的游说团体的这个压力,是不是会影响到我们这个民权的框架,特别是我提到的十个原则的这个确定。 所以说呢,我们是在说,这对巴西来说呢,我们有个取得了巨大的胜利,是有一些多方利益,攸关方的这个组成的框架。 从95年,特别是03年以来就有这样的一个框架。 我们也希望所有的国家能够考虑类似的一套原则,用于这个自己国家的英特网治理。 我们也想向全世界展示一个这个,根据这个巴西公民的这个共识,达出的这样一个框架,是我们希望的,但是不知道在几周以后能不能真正实现这个,希望是能够实现。 好,这是我要说的,谢谢。 谢谢,卡洛斯。 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好的例子,显示这个多方利益攸关者的流程,是一个非常复杂的流程,确实是绝非易事。 但如果说你有这样的各方的一个意愿的话,来做的话呢,因为需要政府、私营部门、公民、社会、技术团体,如果都能够找到一些共同的利益,因为他们都希望互联网是自由开放的,那我们就会有这样的一个框架。 不管大家有什么样的分歧差异,可能会有些争论,但是可以是求同存异,这个可以先把搁置争议,然后寻求一些共同的立足点,这样就可以制定出一套参考的标准,说对大家来说,说在这个框架里面,大家说这是我们的一个家,当然在家里面也会有争议,对不对? 所以我们是通过共识来达成这个一致,不是说里面就不能够有这个争议,但是这是会有非常帮助的,如果有这个框架,有一个作为一个指导方针,就已经是非常有帮助的。 我们可以说这是大家各个部门都是承诺的,要遵守的,那卡罗斯也说了,要避免这个投票,而是通过这个一致通过,那我觉得当然这个更加的复杂,但是也更加的可持续, 也就是说多利益有关方的方法,当然比单利益有关方的这个方法要更复杂,但是这样的做法的这个结果的质量会远远高于一个单个利益有关者的这个方法的内容。 所以我们大概还有20分钟时间,我们就用以下来的时间来讨论如何向前走。 在巴黎岛会议之后,下一阶段到下一届的这个RHF,或者是这个巴西的这个会议,还有VTX加10的这些场合,我们该怎么去做? 我有一,二,三,四,五,还有,哦,还有一些远程的参与,好,那么我们第一位已经有了发言人,请,请这个严谨一杆,好吗? 谢谢,Wolfgan,这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讨论。 比较了我们全世界做的一些工作。 我是来自ICANN这个董事会的,Hogi Madruga。 关于怎么样在更加一个国际化的情况下,更加和谐的开展这样的讨论,我对大家的所有人的一个问题, 就是人权宣言的第19条和第20条,用于互联网是不是有什么疑问呢? 如果是没有疑问的话,那么除此之外,在此之外,我们还应该关注哪些领域,可能需要进一步的讨论。 好,很好的问题,谢谢。 请自我介绍,好吗? 请把话筒给他。 同时呢,我们可以 谢谢主席 我是来自印度尼西亚 实际上我在这个 讨论当中,我也是最近参与的,这是我第一次参与这个IGF的会议 但是昨天我们也谈到过互联网的原则 我从不同的这个协会发言当中也看到 实际上,大家之间的原则的差异啊,没有那么大 比如说如果看这个经合法组织的 他们强调这个 知识、隐私、言论自由、标准 还有这个民主啊,言论自由啊,等等 其实呢,我们可以看到大家之间的这个立场 并没有根本性的差异 那我觉得我们是不是就是先把这些大的原则定下来 然后再谈入这个细节 在细节的时候,我们再可以看一些哪些国别的差异 比如说,比如说言论自由 可能这个欧洲国家 比如说美国 他们的言论自由和印尼的言论自由可能会有差异 包括中国的和印度的言论自由会有差别 如果说讲到这些细节的话呢 可能就很难达成真正的共识 所以我们是不是就是不要进入太细的细节 好嘛,谢谢 还有没有什么远程的问题 对,我们墨西哥和尼日利的这个远程参与者 有很多的问题在推特上面也做了发言 我把它可以归为两大类 第一类的问题 就是说有没有一个数 具体数字多少原则是原则目前我们制定好的 那么政府已经比如说已经采纳的通过的 有多少数字吧 另外一个就是关于这个执行和解释的 就是怎么样执行和解释这些原则 好 我把这个问题留到最后一轮来讨论吧 等到发言人来最后再说他们最后总结的话的时候呢 再讨论这个问题 现在我们看看还有其他请您发言 我叫苏比 加志 我是在印度的妇女学院的 许多的人呢都在问我一些这个跟网络治理有关系的问题 那我们在这里讨论的是网络的一些治理的一些基本的原则 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问题 那么从印度的角度来说也是非常重要的 我们知道网络治理的这个过程当中呢 这个政府呢也在做很多的工作 但是呢好像这个学习的曲线呢发展的非常慢 他们在制定原则的过程当中 在制定这个政策的这个过程当中呢 有很多的这个公民的这个社会 那么他们在这个过程当中呢 好像都没有得到这个充分的这种声音没有得到这个充分的这个体现 比如说有两个女孩呢 他们的就是因为他们这个因为他们的这个发言呢 就被送到了监狱里边 所以在这个过程当中呢 我觉得做网络的治理实际上呢 是为了大家的好利益来实行的一个大家的这个网络 所以呢需要有更多的磋商 我们要需要有的这个不同的原则 比如说我们可以镇定十个内容宽泛的这个大的指导的原则 我们应该就所有的人呢都应该是跟这在这些原则上达成共识 在全世界呢都能够得到回应 我觉得这点呢是非常重要的 我们在结束的时候呢 可能会要搜集到各个小组讨论的这些建议书 然后在这个基础之上呢 我们就可以制定出一些这个基本的原则 我们现在时间已经不多了 可能只能问最后两个问题 然后呢就请所有的发言人在做最后的总结 非常感谢给我发言的机会 我是Liana Gizka 我是来自亚美尼亚 我想跟大家分享一个这个原则 那么这个原则呢是跟RGF的这个进一步呢 发展是有关系的 亚美尼亚呢现在在IT和网络的发展过程当中呢 也在处于一个关键的时刻 在这个时刻呢我们政府和私营部门和技术部门也在进行不断的合作 在亚美尼亚呢也建立了一个永久性的政府的IGF的这样一个机构 在这个机构当中呢它包括了各个这个方面 包括有NGO的包括有公民社会 那么政府在这里的参与是比较少的 我们的这个秘书处呢已经制定出了一些基本的原则 就是要公开要透明 要能够制定一些基本的原则 使得人们能够进入到网络 同时要创造有利的条件 以便能够呢人们能够进入到他们希望能够进入的这些领域当中 我刚才呢也提到过我们要能够保证人权 还要能保证这个在网络的路径的多样性 还有呢网络的安全等等 那么这些原则呢都是我们讨论过的一些原则 很多国家呢也是非常支持这些原则的非常感谢各位 谢谢 我是来自瑞士 我想非常快的回应几句 怎么样使得我们这些原则能够得到进一步的整合 我觉得刚才我们有代表团提出了发展的权利 我觉得这个也是应该是一个很好的提法 因为这也是大家都关心的一个问题 而且可以把它放在任何一个地方 我们现在也在大家都在说可持续的发展 我们究竟应该做些什么才能够实现可持续的发展 网络应该怎么做才能够帮助我们实现可持续发展呢 那么说的好可持续的发展 实际上也是我们这次讨论的一个主线 如果一个国家不通过核心的网络原则的话 会有什么样的影响呢 大家也知道在很多国家都有违背人权的这些做法 这是第一个问题 第二个问题 我们有多优关方的合作 那么我们应该有一个什么样的平台 才能够让我们在多个优关利益合作方 他们都能够再促进人权的发展呢 您的这些问题已经把它记下来了 IGF就是一个非常好的平台 那么如果你要想在国内讨论的话 你们也可以在国内建立一个这样的平台 比如说就像巴西 就像亚美尼亚一样 那么对于一个网络的治理来说 如果要想他做得非常好的话呢 在国家建立起来一个这样的平台 是非常有益的 也可以使多优关合作方的合作呢 更好 我的这个最后 这是我们能问的最后一个问题了 我们今天上午的讨论 主要是讨论了这个不同的原则 不同的利益 优关方 他们的这些观点 以及如何把这些观点 能够把它转换成一些原则 现在 我们 就希望能够把这些想法呢 都能够把它综合到一个 这个综合性的原则当中 我们现在呢 就看一下我们的各位发言人 你的这个机构 你所代表的机构 认为 什么样的做法是最好的 才能够使我们在这IGF的 这个大的原则下 充分利用这种动态的联盟 以便能够使得这些利益 优关 各个利益优关方的这个合作 能够执行 我们所提出的这些原则 那么比如说 首先我们来看一下OECD怎么说 你们是不是已经做好向前走的 这个准备了呢 非常感谢 你刚才呢 我的 把我的名字 写对了 而且呢 也提醒了各位 我是代表OECD来发言的 去年 IGF的会议是在八库召开的 那个时候我们就已经开始了这方面的这个讨论 我们在这个讨论当中呢 都是希望大家能够综合到几个核心的原则上来 我倾听了各方的发言 我认为 不同的方法 实际上呢 可以把它综合在几个领域当中 那么中国代表的发言 我觉得对我们来说也是非常有用的 那也进一步的体现了 我们现在正在讨论的这些原则的特点 所以呢 我们也希望能够就进一步的发展 能做出贡献利益 请您说话 非常感谢 简单的说 就是我们已经做了 我们已经在我们所有的这40多个成员国当中呢 通过了2013到2015的网络治理的这个战略 那么至于说到言论 至于到网络上的自由 这我们呢 也有责任要做这些事情 这也是我们要做的 我们 在不同的这个成员国当中 那么他们已经承诺 他们要能够在 他们国内的政策和这个国际的这个政策的框架内呢 都要努力 可以说呢 我们是完全赞同继续往前走的 我们也希望呢 能够把我们的这些基本的原则 能够融合到我们其他的这个工作当中来 所以 现在时间有限了 所以呢 我们只是问一下 你们是做还是不做 只简单的说一下 是做还是不做 是不是要参加到 我们现在正在提议的这些 多利益相关方所致敬的原则 这些当中来能够执行这些原则 只是简单的说 是执行还是做还是不做 我们完全支持这些原则 在全球的实行 我也认为图尼斯的议程 以及在各个国际机构 当中所做的这些工作 都是非常重要的 所有的这些工作 都应该得到更好的协调 我坚信 IGF是一个非常好的 多利益有关方的合作的平台 我们可以实行一些机制 使得IGF 可以最后制定出这些原则 同时 我也想强调一点 我们经常问一个问题 那么我们现在正在执行 正在有的这些规定 是不是可以 也把它利用起来呢 现在其实网络在不断的变化 它实际上已经是改变了 我们现在的一些环境 因此规定是不是也要改 在这种情况下 其实一些政策 以及最佳做法的变化 也是非常重要的 那么公民社会的代表 你的答案是什么 是做吗 是 当然是要做 我们要知道呢 我们这些要 必须要知道 这些原则是不是足够好 是不是大家都同意的这些原则 共同的原则 当然是最好的 我们可以就它的不同之处和执行 进行更多的讨论 有一点 那么我们关于隐私的原则 那我们大家都是同意的 这个呢 其实也是各个政府 那个各个机构呢 都是已经承 已经承诺呢 是要同意的 是的确 我们要能够来执行这些 同意做来做这些原则 但是我们必须要知道 怎么样执行 那您呢 我们希望能够跟IGF进行进一步的合作 我们也希望能够在全球呢 能够有静好的合作 以便能够更好的 能够更快的 非常好的找到这些原则 制定这些原则 您呢 Max 我觉得我们的这个机构呢 其实就是要能够 希望能够有一个全球的网络 也希望有一个更好的ICT的 这个行业 因此呢 我觉得我在这里呢 能够参加这个会议呢 可以学到这个很多的东西 希望以后呢 能够做出这个贡献 我非常高兴能够参加这些讨论 那么动态联盟打算做些什么呢 一边能够我们建立起这个框架呢 你的第一个问题 当然我们要做 第二呢 就是我们可能会建立一个新的这个通信的这个名单 那么一边能够更快的和大家沟通 这是我们要做的 好 这也给我们的这个 现在给我们的这个报告 人呢 也是发出一个信号 就我们要能够 呃 在这个90分钟的讨论当中呢 得到了很多的重要的这个结论呢 那么下一部分呢 我们还要进行进一步的讨论 很抱歉呢 我可能是多讲了五分钟 下面呢 我们来宣布这个会议的结束 好 我们这个这个环节的讨论要结束了 我们讨论了一些重要的问题 我觉得的我们也是已经这个 有了一个很好的这个治理方面的精神 但是还有些问题要有待解答 特别是如何去实施我们这些指导的原则 用于每一个国家的环境 所以作为这个论研讨的这个主席 我来自印度尼西亚 印度尼西亚是一个非常多元化的一个国家 是一个多岛的国家 有一千 一万七千个这个小岛 呃 四百多个民族 所以是可能这样的东西执行起来就很难的 我们说这个要用通用的原则 实施起来就很难的 因为我们这样有这么多元的一个国家 一个文化 我们的一个同事今天也谈到 我们必须也要考虑到这个社会啊文化层面 每一个国家每一个这个民族都是不一样的 我再次感谢各位主持人以及参与的各位专家 我宣布本次这个专题研讨会呢 关于这个英特网治理原则的这个讨论 到此结束 感谢各位主持人参与者 研讨会到此结束 然后请这个IGF秘书处的同事来这个继续的主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